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天使A 男主安德烈 是其身于百里黑社会的小混混 个头矮小的他靠招摇撞骗谋生 他欠了很多人的钱 很多犯罪活动都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世魂落魄的他债财高筑 周围都是债主 并且拖欠当地黑帮头目弗兰克一大笔钱 弗兰克威逼安德烈 如果不还钱今晚就将死去 安德烈中了一次彩票大奖 奖品是移民美国的绿卡 然而日渐严峻的形势 让他的移民梦也变回无法挽回的泡影 他去美国大使馆祈求帮助 但是失败了 他甚至祈求警察将他关到监狱里 然而警察却以为他是神经病 把他扔出去 几经弗兰克的威逼恐吓 安德烈决定让自己的灵魂得到解脱 从塞纳河的桥上跳下去 当他站到桥上 正打算迈出致命一步的时候 安德烈突然发现 一个身材高挑美丽的女子也正打算跳河 他看到这么美丽的姑娘亲生 也跟着跳进河里去救青春的姑娘 经过一番挣扎 总算在水里抓住了这位女孩 当女孩被救上岸 他十分感激安德烈 愿意用一切报答安德烈的救命之恩 他叫安琪拉 为了报答安德烈 这位女子决定追随他 但是安德烈身负巨债难以度日 他不知道应该如何生活下去 多亏了这个金发碧眼的长腿油雾充满魔力 在弗兰克办公室把安德烈与弗兰克的债务解决了 在酒吧 以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计策 挣到了安德烈所需要还的钱 安德烈十分自责 认为自己不值得他这么做 他认为安琪拉不应该去做那些事情 安琪拉告诉安德烈 他其实误会了 他仅仅是听到没有看到 安琪拉告诉安德烈 自己其实是个天使 作为证明 他让一只烟灰缸飞了起来 安德烈不相信 于是他让戏丸的灰 恢复原形 他震惊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选择了他 他告诉安德烈 达到地球的任务是帮助安德烈重新找回自我 而他自己就是安德烈的内心 天使安琪拉让安德烈正视自己 告诉安德烈 不要躲避自己受伤的身体 他会跟随你很久 千万不要抱怨 告诉他他很重要 告诉他他属于这里 给他他应该得到的 安琪拉让安德烈就胆小鬼变成了勇敢的人 天使带着安德烈去高档餐厅与酒店 喝高王的红酒 让他享受奢靡的生活 让他学会爱自己去欣赏身边的美景 安德烈也得以去找弗兰克 说出意志想说出的话 当他做到他意志畏惧的事情之后 他发现自己已经彻底爱上了安琪拉 他告诉他他爱他 离开他他无法生活 又会变成他讨厌的样子 但是天使安琪拉 由于违背的天上的规则 可能会失去天使的资格 他要回到天上 安琪拉不愿面对自己也爱上了安德烈 他逃跑了 他又去往塞纳和他们相遇的地方 完成使命的天使安琪拉展翅高飞 朝着天空飞去 依依不舍的安德烈紧抓住他的腿 不想让他离开 于是两个人的轮廓划过天际 最后塞纳和尚再次见起水花 这次安德烈没有抓住安琪拉 他爬上岸 悲伤的呼唤着他 一切就好像梦一样 忽然一个身影出现了 是安琪拉 他没有了天使的翅膀 他可以有一个未来了 安德烈激动的抱住了安琪拉 好好爱自己身边的人 不管他的曾经是非 因为他们是你的影子 你的印象 他们就是自己的碎片 重要的不是无法改变的过去 而是一切未知的未来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